来到泰国的曼谷一定要吃海鲜 吃海鲜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最推荐的就是海鲜自助 今天这期视频咱吃两家店 一个便宜 一个贵 很有代表性 看一看分别都能吃到什么样的食材 先吃这个便宜的 就在这个BIG C的对面 前面不远 就这家店 这个牌子 为啥 我说推荐大家吃海鲜自助呢 你看 329 这家店名字叫 329 多少钱呢 好 家伙 60人民币 能吃海鲜 啥样的海鲜来看看 看这个小锅都有特色 它这个店上面是个顶棚 就是一个大拍档的环境 也没有空调 催的是风扇 非常多的风扇 咱坐在这个位置 可以欣赏曼谷街头拥挤的交通 它这个锅其实是有三种的 一个是汉烤的 可以烤虾烤肉 一个就是泰式的 东南亚的这种典型的火锅 上面可以煎 底下就是汤 还有一个直接就是一个汤 就是三种锅 这个烤炉是免费的 你多加一个锅的话 就是99泰铢 赶紧拿菜 好热闹 这就是汤 就是汤 一扇一扇 以后 现在就像汤 一扇一扇一扇 这样子 就像汤 一个 也不是 就是汤 来这吃 主要吃的就是虾和脱虾 现在是虾 大头虾 大头虾 除了虾 还有这些 各种鱿鱼 贝壳 贝类 螃蟹 这还有冰冻的大虾 最主要的是 我的妈呀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号称海洋活化石 这个叫厚鱼 这在国内可是受保护的动物 在这可以吃 看点没啥吃了 咱也不吃了 快吓人了 就是拿点大银子 这还有捞虾小工具 太有意思了 跟来到海边一样 全是火下 捞出来以后 放在冰里头 冰一下 人类太残忍了 想要冰咪 还冻死了 这些虾都有很多虾籽 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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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的虾籽 这是生烟虾 生烟蟹 还有生桃 さ要尝试 这个食材 这还有小甜点 小蛋糕 这个感觉像南瓜的 一个南瓜 一个紫薯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好像就是紫薯的 尝尝这个南瓜的 刚出来了 哇 一点不夸张 打开看一下 南瓜非常的软 然后有非常多的椰奶在上面 好吃 这个甜点你别说吃自乎餐了 就在街头的小吃 我觉得都没这个味儿好 好 来 慢 来 来 来 好吃 这还有各种烤肉 铜肉 猪肉 各种烤串 哇 这个肉都腌过以后的 菜挺多呀 还有素菜 还有妈妈面 泡面 这就是素菜 水火 这个小甜品看着还挺好的 底下还有这些 就跟海南清不良一样 60块人民币 你敢信 还有蘸料 拿个蘸料 吃不吃辣辣 蘸料 炎热的夏天 离了冰就活不成 碳酸饮料 还有果汁 来个这个 三个月 看起来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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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意思呢 当地人的经验啊 拿了一个剪刀 这个剪刀还有押金 怕你拿走了60块钱的押金 为啥要拿剪刀呢 就是因为吃这个虾 要把虾 腿 全部都剪掉 把虾剪成这个样子 放在上面 不容易糊 最佳自助餐 我最喜欢的就是不限食 没有时间限定 你进来随便吃 从下午4点吃到凌晨都可以 再来两个腌的螺肉 来一个螃蟹 再来俩大贝壳 其实这些螃蟹还有贝壳啥的 没有啥肉 主要吃的就是虾 还有就是这个火锅 这个火锅让我想起来 西窗板大吃的 一模一样 先要拿一个猪油在上面 这就叫牛上山 上面可以煎 底下是火锅 捂点油上去 然后可以烤肉了 把这个蛋液打一打 我这么感觉这个肉放上去要糊 火锅里头还能来点橙子肉 再来点鱿鱼 这个店我看到都是稳定人来吃 但是它这个食材 比如说肉啥呢 一般的品质 主要虾是好的 但是60块钱 你还要啥自行的事 肉好了 尝尝这个肉 来点蜜汁的酱汁 这个酱汁可以 来点鱿鱼 鱿鱼看着还是挺新鲜的 这鱿鱼的肉质挺好的 现在开始吃虾 开始巴虾 尝尝这个虾籽 鲜活得活蹦乱套的味道果然不一样 咱虽然说是来吃海鲜来了 但其实这个主角 就是大头虾 叫罗氏虾 其实是淡水虾 蘸点酱汁 不过一个虾肉 来个虾肉包饭 这还有点米饭 来点酱汁 吃了半天 我发现一个隐藏的吃法 教给大家 这个是泰国的青木瓜沙拉 酸酸辣辣的 这个是妈妈面 把这个妈妈泡面 调起来 放在这个里面 用这个酸辣的汤汁一拌 绝了 再来个番茄 这个沙拉好好吃 棒 咱昨天吃完比较便宜的自助 今天再尝一个贵一点的 都是海鲜自助 尝尝这家贵的菜怎么样 这家店远离市中心 在一个郊区 这一过来是一个停车场 店就在这 就是这家店 在曼谷 这家自助餐还挺有名的 就是下午人不多 这家自助餐不是自己拿的 是点餐式的 分为三个菜单 看一下这三个菜单 最低的是999泰铢 还有1199 1499 其实它还有一个隐藏的菜单 是1999泰铢 那个和1499菜是一样的 不过小青龙 大龙虾是无限畅吃 咱肯定来1999的 看一下这个菜 看起来都非常棒 而且都有中文菜单 方便点菜 有海鲜 还有炒菜 还有主食 牛排 然后榴莲 榴莲也是无限畅吃 还有各种冰激凌 来这 看起来这菜单我都走不动道了 自助餐就餐时间为2小时 你得吃快点 不过2小时也够了 点菜也很方便 拿手机点单 青红两种酱料 泰式酱料 这还有很多小料 各种各样的蘸汁 来块冰 吃饭 整这个道菜 看饭 也要吃饭 można吃 撬 然后来盐 以后 点的太多了 桌子都放不下 你看多好客 Michelle 再来一个多 OK 谢谢 哇 有点夸张了 长桌宴 谢谢 六只小青毛 啥叫豪狠 啥叫真正的无限量 你看到没有 你点多少个一上网上 咱也不浪费 我得骂上 你让我说啥 我都词穷了 这第一次拍一桌子菜 一个镜头放不下 还得摇一下 我本来还想着 咱吃一顿再吃一顿 然后再吃一顿 这一顿就行了 太夸张了 看这个龙虾有多大 这么大一只 还滴着汤汁 芝士烤龙虾 直接用叉子把这个肉剥出来 这么大一块肉 肉质非常紧实 很Q弹 再蘸个蘸汁 辣椒蘸汁 这蘸汁棒 还有这个青辣椒 这才叫吃龙虾 这才叫吃龙虾 吃龙虾能吃出来吃馒头的感觉 师傅把你看饿了 赶紧泡包面 打上两三个鸡蛋 头里头还有虾膏 看这些虾膏 虾黄 咳 咳 咳 太香了 吃完龙虾 看这个龙虾这么大 再来到这个虾 这个虾也挺大的 大头虾 太式大头虾 你看它这个店 就是和咱平常吃的自助餐 不一样的在哪 就是人家是现做的 你点一做 不想放在那 那个就不好吃了 看这满满的虾黄 全都给你处理好的 直接拿叉子就可以把肉弄出来 这个虾肉都是鲜甜的感觉 这个大头虾的口味 吃的就是这种糊糊的感觉 碳烤的这种香味 再尝这个 蘸点酱汁 看这好美味 这家店非常贴心 所有的海鲜都给你把壳剥好了 最夸张的是这个 蟹钳肉都给你剥出来了 看到没 全给你剥好了 这个是蟹钳 这还有蟹腿 全都剥好的 拿起来吃就是蟹味瓜子 跟嗑瓜子似的 这种感觉 每一口纯纯的都是肉 关键是不费劲 啥叫海鲜自作 吃海鲜光这个螃蟹就很多种 这个是生烟蟹 牛奶糕蟹 这是蒸的螃蟹 这个是软壳蟹 软壳蟹炸的 尝尝这个软壳蟹 这是他们家独家秘制 螃蟹脱壳的时候 还软软的壳就炸了 我还吃这个软壳蟹 看这个壳非常的薄 一口下去全是肉 关键是外面面浆经过调味的 咸咸的一股椒盐味 里边还有螃蟹的汁水 非常的咸 好吃 牛奶糕蟹 你看这些糕 还有生烟蟹 看这黄黄的糕 鱼露的味道 鱼露酱油生烟蟹 蘸点酱汁 还有生蚝 太棒了 先把肉给它铲下来 好 然后搁点辣酱 这个是炸的蒜片 炸蒜 还要配这个帕哈臭菜吃 很有泰国的感觉 大海的味道 除了蘸这个酱汁 还可以蘸柠檬汁 蘸点柠檬水 来 转转也好吃 咸 酸 甜的味道 它还有很多炒菜 比如说辣炒蝉子 这个菜一看就拌米饭好吃 放了咖喱 为啥我说吃一轮就够了 不存在第二轮了 你就看这个鱼 这可真是个鱼 这么大一条鱼 糖醋石斑鱼 蘸点这个汁 这炸过以后非常香 这个皮是酥的 还有一个虾包 这个小锅很有仪式感 蒜蓉粉丝虾包 尝到这个粉丝 三文鱼 三文鱼 它加生烟其实味道还不错 如果你肠胃好的话 可以试一试 这个是生烟虾 除了海鲜 还有牛排 各式各样的菜 牛排都不用说了 最后还有这个 榴莲无限畅食 这才叫榴莲自油 里头非常软 看着这么丰盛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吃 我们一起吃这么多 而且这些菜我感觉 可能才点了三分之一不到 如果人多的情况下 可以多试几种口味 大家吃的 我们还没吃 你你们都会看 一分钟 满多 无杂 嗯 你 我不会 飞 我 这两顿的自助吃下来 反正这一年 这三年之内 都不想再吃自助的 尤其是海鲜自助 总之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